不知道大家最近在採買物資的時候,有沒有注意到 頂好超市的招牌,已經悄悄被換成家樂福了呢? 今天,讓我們一起來聊聊《家樂福併購頂好》吧! 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歡迎回到時代的眼淚 沒錯,今天的主角要輪到頂好超市了! 2020年6月,家樂福宣布併購頂好 Welcome 以及和頂好同體系的Jason超市 一口氣將原本只有130間的家樂福門市 擴展到361家 此外,家樂福也宣布,原本頂好的店面 將全數改裝成家樂福便利購超市 預計會在今年的中元節前改裝完畢 也就是說,大概在8月中左右 我們熟悉的頂好紅黃招牌,就會正式走入歷史了! 這個購購消息,讓許多民眾驚訝又感慨 畢竟頂好在台灣經營了30多年 已經是很多人生活中的鄰居 早期走進店裡,你還可以聽到這首經典的飆高音主題曲 今天,我們要從頂好在台灣的興起和莫諾開始 帶大家看看台灣的超市大戰 以這次家樂福併購的商業策略是什麼? 還有目前佔據霸主的全聯,又是怎麼殺出血路的? 不過,在正式開始之前 我們還是要先來一段跟這些超市無關的工商服務廣告 你喜歡參加各種主題展覽嗎? 近期擁抱數位轉型的浪潮 許多展覽都紛紛的改成線上展喔! 那今天,我們想要介紹的 就是外貿協會所舉辦 資訊產業一年一度的正式 台北國際電腦展 Computex 2021 Virtual 2021 年的Computex主打四大特色 分別是,搶先揭露最新資訊與觀點的前瞻趨勢 24小時不間斷的虛擬展示 突破國界限制交流的商機媒合 以及利用人工智慧分析 能幫參觀者客製化觀展清單的精準推薦 而這次的Computex也涵蓋了六大展覽主題 包含了 5G、人工智慧與物聯網、電競、邊緣運算 高效能運算、還有創新與新創 但前往最不能錯過的 就是在開幕當中 由國際知名大廠的CEO 還有高階主管帶來的重頭戲、Computex CEO Keynotes 以及多場主題演講 主辦方、外貿協會不僅邀請到 Intel 新上任的CEO特別站台 另外像是Arm、EMD、美光、Supermicro、恩智普班導體 還有NVIDIA 的執行長跟高階主管們 都會輪番上陣分享前瞻的科技趨勢 最新的產品規格展示 還有這些大廠們未來的藍圖 如果你想要看到這些Computex CEO Keynotes 以及獨家主題演講的影片 或是其他更多精彩的展覽內容 在6月30日前 都可以透過下方資訊欄的報名連結 簡單進行線上報名 免費參觀這場台灣一年一度的科技重大盛事喔! 鼎好的前身 是位於台北市中校東路四段的鼎好超市 1971年開幕 在當時發展為商圈,成為東區的地標 一直到1987年 香港牛奶國際公司所經營的惠康百貨進行台灣 並購原本的鼎好超市之後 才成為我們現在熟悉的鼎好Welcome 鼎好是台灣第一家 由外資經營的連鎖超市 當時將整節有序的賣場引進台灣 還提供了多樣化的進口商品 讓民眾非常喜愛 他們也以先進者的地位 率先搶下雙北地區的不少精華地段 隨著規模不斷擴張 也增加了丁號和供應商的溢價空間 創造出低於同業的商品價格 那句slogan 頂新鮮的好鄰居 強調他們的食物新鮮、位置又鄰近社區 也就成為很多家庭採購食物的選擇 另外,其24小時營業的特色 也讓很多半夜睡不著覺的人 有個可以買宵夜、零食的地方 不過,曾經的超市龍頭 後來卻因為種種因素,逐漸走了下坡 頂好最大的威脅,當然就是全聯 1998年,全聯從軍公教專屬的福利社 轉型為全民超市 20幾年來,展地已經超過1000家 是頂好的5倍之多 頂好沒能顧及到的中南部和東部地區 也就被全聯插旗 這驚人的成長速度 讓頂好頓失了方便好鄰居的地位 也失去了溢價的優勢 另外,家樂福、Costco、愛買這些大型量販店 也一定程度分食了頂好的市場 而且量販店最擅長的就是以量置價 一檔接一檔的促銷活動 讓頂好不再是最便宜的選擇 而在台灣隨處可見的四大超商 雖然價格比較高,但密度也更高、更方便 而且同樣24小時都有開 也會瓜分頂好在夜晚的客群 總而言之,頂好本來主打的低價、方便不打烊 等等的品牌優勢,最後都無法延續下去 導致他們近年財務虧損嚴重,關閉了不少的店面 而資方,為了減少人力成本 決定要求供應商自行檢查上架的商品 就傳出了好幾件過期品的消費類糾紛 又重創了頂好的品牌形象 然而,就在大家都看衰頂好的時候 佳樂福卻選擇大手筆的併購 這背後打的又是什麼算盤呢? 佳樂福原本是以量販店形式起家 屬於戰地上千坪的大賣茶 通常位置會距離市中心比較遠 消費者通常偶爾才會全家一起開車來逛逛 一次買很多的生活用品 但是近年來,因為少子的話 這種家庭大量購買的需求正在減少 許多單身族或小家庭不需要買這麼大量的東西 要他們大老遠的跑去佳樂福更是缺乏誘因 於是從2009年開始 佳樂福決定跨足到社區去開超市型的分店 希望拉近跟消費者的距離 提供更符合民眾需求的商品 可是他們很快就發現說 很多適合開店的好位置早就已經被人搶光了 那該怎麼辦呢? 沒錯,那就是搶過來 佳樂福認為,與其自己辛苦的拓展據點 不如直接併購別人的店面比較快 於是2019年,佳樂福就陸續接受 台唐旗下的部分量販店和超市 2020年更宣布要一口氣併購全台灣的鼎號和Jasens超市 一口氣收編鼎號早期搶下的黃金地段 也讓佳樂福的超市市占率一口氣衝到了第二名 而佳樂福轉型成超市的另外一個考量 是為了增強這個生鮮食品的版圖 因為生鮮食品的特性是無法保存太久 所以大家通常不會一次買太多 而且會比較常去買 因此,比起原本的量販店形式 超市更符合消費者的需求 那如果品質夠好,又能夠做出口碑 基本上消費者就會一來再來 創造穩定的客流與收益 所以,佳樂福併購頂好 也是為了補強他們過去在生鮮食品銷售的弱勢 吸引固定來買菜的家庭主婦和主婦們 另外,一起被佳樂福併購的JASON超市 本身就明確的頂級超市定位 店內打造成獨特的歐美風格 也鎖定的是講究時尚的上流消費族群 賣的也多半是高單價的進口商品 這和佳樂福的價格清理印象 能有一個很好的互補、搶下不同的族群 不過,也有不少人認為 佳樂福大動作的併購頂好 其實就是要和稱霸超市通路的全聯打對台 因為在2012年,全聯的營收就已經超越佳樂福 2020年,全聯甚至創下了2000億營收的驚人紀錄 究竟全聯做了什麼 讓它可以穩坐這個超市一哥的寶座呢? 我們剛才有提到 全聯的前身是軍公教專屬的福利社 這也讓它擁有了一些先天上的優勢 例如直接引用過去季賣的這個合約模式 讓供貨商免付商品的上價費 再將這邊省下的價差回饋到商品價格中 讓全聯賣的東西可以比別人便宜 而同樣的商品,有時候甚至可以賣到 比量販店便宜5%到10%不等的價錢 而除了價格之外 廣告行銷更是全聯的亮點所在 為了擺脫賣場老愛打價格戰的印象 全聯跟行銷公司合作,大膽發揮創意 像他們的中元節系列廣告 就直接把真子、水鬼、好兄弟直接放進廣告中 幽默地呈現民間的相關信仰 每年都引起廣大的迴響 而代言人全聯先生 更是用一手國民省錢運動和冷面校將的形象 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 在社群軟體普及之後,全聯的粉絲團小編 更是以超多有狗的內容引爆話題 不只讓他們的品牌形象煥然一新 也提升了年輕族群的品牌年卓度 對一般顧客來說 全聯最常被抱怨的問題,就是結帳速度太慢 每次去店裡都會聽到那句 請支援收贏,甚至成為了他們的特色 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全聯投入數位轉型,開發了自家的行動支付 讓顧客可以在家裡先儲值 結帳時就能省下掏錢、找錢的時間 而現在全聯也積極地串聯線下與線上的服務 消費者網購大量商品之後 可以選擇分批取貨 等你有需要的時候,再到門市去領需要的量 讓全聯門市成為不佔你家空間的大冰箱 當然全聯的成功還有很多面向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這邊沒辦法講太細 但整體來說,不斷創新 並且努力的創造跟顧客的連結 是全聯打贏這場超市通路大戰的重要因素 在看完這集併購案的脈絡之後 我們認為頂好的故事 反映出了零售產業的一個現實 如果只是用低價當成自己的競爭力 但沒有思考到品牌差異化的問題 很可能就會被市場淘汰 假如全聯當初也一味的接價競爭 但沒有在其他地方調整策略 他們或許也有可能落入跟頂好類似的命運 畢竟你要打低價 有人可能就是可以比你更便宜 而且頂好販賣的商品也未必都是獨一無二的 這就讓他們更容易被取代 就連頂好高層自己也認為 沒有即時觀察出市場的變化 做出策略的調整是他們後期沒落的主因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有越來越多的業者為了做出差異化 會去設立一些特色的門市 像家樂福就在部分新門市當中 規劃的有如咖啡廳的餐飲區 菜單也導入了產銷履地蔬果 或是非龍四雞蛋等等社會企業責任的相關商品 希望能夠打造有溫度的休息空間 另外我們也看到很多異業合作的例子 像是全聯邀請無印良品進駐門市 以及日系連鎖藥妝店聯手超商美聯社 都是希望可以達到交換顧客、互拉紳士的效果 不過目前零售產業市場可能已經逐漸飽和 而且因為疫情的關係 現在又多了很多不確定的因素 所以誰會是下一個超市通路的霸主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那今天我們想要來問問大家 你買日用品還有食物的時候 通常會選擇去哪裡呢? 便利商店雖然比較貴 但是超級無敵的方便 社區超市因為東西多樣而且價格合理 所以大型量的飯店雖然比較遠 但品項爆炸多,而且常常更便宜 第一,我都網購,疫情期間不要出門最安全 以其他留言告訴我們吧!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 頂好為什麼會變成家樂福? 此外也可以點擊這個地方 看看IE怎麼從霸主變上化 以及MSM跟吉時通為何走入歷史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明晚再見囉!